金小英 我愛你 2015年7月 員工大陣仗 列隊歡迎蔡英文 過去義美老總高知名 力挺小英總統 現在為了一粒一收 竟然動怒開砲 我現在美國矽谷的成功經驗 也是靠來自全世界各國的 知識工作者 不眠不休的在工作 我想這個 台灣應該可以借敬 當年力挺如今高知名炮火猛烈 更像小英政府管太多 這經濟恐怕就這樣被搞壞 嚴格限制對於低薪的 或是受僱的 其實不一定是很公平 當台灣有幾十萬外籍勞工朋友 在台灣的時候 你不給他工作 這個會衍生很多 未來大家可以看到的社會問題 告訴政府 他第一次沒聽到 你第二次可以大聲一點 第三次也可以大聲一點 甚至你拍桌子 他會覺得知道 還記得嗎 當年小英曾說過 有事想告訴他可以大聲拍桌 但現在呢 從台積電張周謀 到大力光的林安平 大聲喊彈性 政府卻無動於衷 我相信今天台灣 所有中小企業的困難 不只在勞工問題上面 他們經營的痛苦指數 其實政府也沒有一個單位 真正在統計 因為他中小企業 必須面對勞工問題以外 還有環保的問題 今天政府最大的問題是 沒有跟這些企業溝通清楚 溝通清楚什麼呢 其實依照我們現行的勞基法 本來就有所謂的 四周彈性公實 也就是說 它本來就可以彈性排斑 企業大老輪翻抗議 政府耳根子硬 勞動心法讓政府公親變世主 蔡總統把委屈掛在嘴上 那真正的苦主 勞資雙保誰來體諒 東森財經新聞成品 劉子騰綜合報導